这样才对 好 OK 我们请大家先切到这个08的Compiler2 我们会反复的一直来看这几个主题 从一开始的GCC 接下来进来就Compiler 然后ASM VM就是组合 主义器 虚拟机 编译器 主义器 虚拟机 工具链 目的档 作业系统 然后再来又 虚拟机 主义器 虚拟机 编译器 目的档 作业系统 再来又 主义器 虚拟机 编译器 工具链 目的档 然后 作业系统 OK 所以我们这学期的进度打算是这样做的 好 那刚刚已经看了一下反主义的 主义器的反主义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编译器里面 Compiler2里面这个C4 所以请大家切到这一个资料夹里面 C4的资料夹里面 所以我现在的资料夹就已经在C4里面 你可以在里面这样打开一个Open Terminal也可以 好 那我这边的编译指令 我需要用到的参数比较多 但是各位应该不需要用到这些参数 是因为我这是Mac所以 才比较需要用到这些参数 我现在打 GCCCM32WC4.COC4 这样他会把它编译出一个叫做C4的档案 在各位的电脑里面应该会是C4.SE 那编译成功之后呢我就打点斜线C4 然后我这个测试 测试资料夹里面 现在有三个档案 那我们先测试Hello 我去编译Hello.C这个档案 那这个C4的特性是他不只编译 他一编译完就执行 所以你如果打点C4 然后TestHello.C 他就马上去执行了 而且他告诉你说总共执行了几个cycle 就是几个指令 那现在是9个指令的时间被执行 那如果我们想要看他的原始码 我们可以打S 你就可以看到他编译出来的时候 每一行的编译的原始码 的C语言原始码 还有他的组合语言原始码都在这里 那他所采用的组合语言 是一种非常简易的堆叠机组合语言 所以待会我们会需要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堆叠机 什么叫做堆叠机组合语言 那我们先看到这里 这都是原始码的部分 然后这第五行之后 他开始输出的这一堆组合语言 就是对应到这一行的 所以他是ENT0 就是进入这个组程式 然后分配0个区域变数 然后IMM696320 这个其实是这个Hello World 这个字串的位置 然后Push 就是把 把这个 刚刚的IM696320 这一个位置 给推到堆叠里面 然后PRTF 就是PrintF 呼叫PrintF 印出来 ADJ1 就是 ADJ是 ADJ是什么 我待会看一下 ADJ 这里 虚拟机这边 ADJ ADJ是调整堆叠 调整堆叠 调整堆叠 调整一个堆叠 OK 那我把 刚刚这两个先关掉 好 OK 所以ADJ调整堆叠 刚那个 好 调整一个堆叠之后呢 嗯 然后 设定立即止 然后就返回 OK 好 那就这样子 然后返回 这已经函数结束了 再多加一个返回 因为怕 有一些人不写Return 不写Return的话 那到这边他还是会返回 OK 好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 Dash S去看他编译出来的原诗嘛 那你也可以透过 DashD 去做除错的动作 他会告诉你说 他会告诉你说他现在正在执行哪一个组合员嘛 然后呢 他因 比如说这PRDF做完之后 他就印出了Halloword 然后接下来继续执行第五行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然后第九行是ESID 所以就离开了 好 所以这一个 程式 请大家去试一下 那我这边 就是从这里开始 请大家去试考一下这个 好 那我贴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刚刚的操作 部分 好 那我这些操作部分 请各位就是照着操作 那参数你都造价没关系 因为 GCC应该都认识这些参数 那M32可以确保他现在是用30 就是编译出来的机器码是X86的32位元 就是 就是Intel X86 32位元的 CPU的 的码 那 X86很有历史 从16位元 32位元 到64位元 那所以 他一路都在扩充 但是从前的指令级都还可以跑 所以这都相容性还蛮高的 好 那请大家先试这些动作 那可以的话呢 请回复说可以 路径吗 路径 好 这是我的路径 那你的路径会长得不太一样 不过 都是后面后半部是一样 前面前面都不一样 那所以真正的路径是从SB开始算的话 是这个 那可以执行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要看他的设计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那这个编译器的整个原始码呢 这个是我加过注解 而且稍微修改了一下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已经加过注解 修改了一下的版本 是只有542号 所以这个 编译器写得非常精简 但是它的威力其实蛮强大的 它可以编译 编译像这个5 这样的 有递回的程式 它可以编译这个hello 它没问题 它可以编译这个sum.c 还没问题 更厉害的是 它可以编译自己这个c4.c 也就是它自己的原始码 它可以自编译 所以它是一个自编译的编译器 能够自编译的编译器 我要怎么自编译呢 我是给各位看 如果打c4 然后c4.c 然后再testhello 它会先去把这个 用这个c4来编译c4.c 编译出来的那个 那个档案 再拿来执行testhello.c 那你会看到 它就变成它要exit两次 离开两次 第一次呢 这个是执行的9个指令 第二次总共执行了260036个指令 那为什么 因为它用c4.c去跑这个hello的时候 总共会执行260036个指令 所以它是自己编译完 再去用编译完的那一个 已经是虚拟机的码 再去跑这个东西 再去编译这个testhello.c 然后再去跑 所以这个自编译的功能 我觉得蛮厉害 那这里我们就做了修改 我们把它其实主要是加长注解 那这个注解你现在这样看 你一定会觉得 好难懂哦 到底在干嘛 那我们先往下拉 从组程式开始看 那你会比较容易 容易看 那组程式这边呢 你会看到 它呢 一开始都在处理参数的问题 比如说它可以加dashs 就刚刚的dashs 那么如果这边加dashs 那它会运出 一边编译就一边运出组合元嘛 这是dashs的功能 OK 所以它这边再处理dashs 如果有加dashs参数 它会把这个src这个 这个布林值设成1 然后如果有加d这个参数 它会把debug这个布林值设成1 然后所以它最后的使用方法 就是c4加dashs或加dashd 然后去指定你的档案 这样就可以了 那它只能编译一个档 只能编译一个档 然后呢 你看到这里 它先把那个档案开启 这时候开启的是谁呢 开启的是c元的档案 然后开启完之后 没有问题的话呢 它设定一个pool size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 各种 各种表格 它都 一开始都分配这么大的空间 像符号表 程式段 资料段 堆叠段 它全部都分配这个大小 所以它用malloc 就可能很多同学 不熟悉malloc 因为我之前问过大家 在一年级的c元的时候 好像很多人都 赵老师好像没上到这一段 malloc就是分配 空间 动态的分配一个 一段 区域大小给你 所以你就可以把他想象动态分配一个阵列给你 malloc 然后这个mmset就是把这个分配的空间全部清成0 清成0 所以这也没什么 接下来他设定了一个 这个p是这个 这个用来干嘛呢 这些都是c元 他这一个c4所支援的c元 使用的关键字 那他把这些关键字都列在这里 然后呢 接下来他说 i等于chr i等于chr i等于这一个chr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 因为chr是在这个字串里面应该是0 你可以看到他上面 这个chr在哪里 他有出现过很多次 但是 在最上面这里他有一个enumeration enumeration这是列举 列举里面你看到这里就有chr 所以他所谓itemchr就是 从这个chr开始 然后他要设 他开始把这每一个token 字串都抓进来 然后设好他的符号表 设好他的符号表里面的token 也就是说 他对每一个词汇 他都已经设定好他的符号了 然后用next去处理 就是因为next就是他抓取下一个关键字的函数 好 那接下来从open开始 因为这是系统符架 所以他的id class就设成sys 就是代表说这个符号是一个系统符架 然后他的形态是整数 类别是系统符架 形态是整数 因为系统符架最后就是一个位置 位置 所以他就把他设成那边形态整数 OK 好 然后呢 值就是那个 i++也就是 也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的代号 就是 就是那个系统符架 如果是open就是open的代号 如果是read就read的代号 就从这里open一直到free 到这里exit都是系统符架 都是系统符架 那到了这边之后呢 就是next他就处理void 处理void的这一个形态 然后最后就处理man 那处理man的时候 他就会记住这个man现在的符号 之后他还有用 那接下来呢 就是再去分配程式段的空间 然后去读取 读取程式段进来 读取程式原始码 也就是以Fib为例 就把整个这个 这个字串读进来 这个档案整个读进来 好 读完之后呢 就关档 关档 然后他要把这个pi设成零 因为这读完之后 这个整个程式码进来之后 那因为c元的最后一个字元 应该要设成零 这样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字串 所以他要把pi设成零 但是记得不要用斜线零 因为c4这个编译器 不支援斜线零这个符号 他支援斜线N 但是不支援斜线零 所以只要设成零就好 接下来呢 if prog 这才是真正编译动作的开始 这个prog是真正编译动作的函数 那编译完之后 如果传为负一 就代表编译失败 如果不传为负一 那就是成功 我们就继续做下来 继续做下来 他先去把主程式的那个ID main 之前记过的 记下来的那个 拿出来 把它的起始点设定给pc pc就是程式技术器 把它主程式编译完的那个起始点设定给pc 那pc取得之后呢 他就可以去跑虚拟机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就是设定堆叠 然后去跑虚拟机 就跑虚拟机 那就会跑出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种结果 像这样 c4testarlobe 类似这样 它就会跑出来 所以各位试一下这几个 c4 然后上点c 它就跑出55 5点c 它就跑出13 13就是配置数列的第七个 数字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跑一下这样看看 那原则上就是 编译完马上跑 这个程式 预设的动作是编译完马上跑 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几个动作去跑一下我们的办例程式每个都跑来跑 然后呢这样我们就把程式码很快的大架构看完也就是 读档 编译 然后呢 执行 那三个都在man里面完成 读档编译执行 那执行之前 我们要设定堆叠 设定堆叠 让它去执行 那有了 这个架构之后你会看到 最主要的组程式其实是这个 PROG 那 PROG在 看一下它的组程式 你可以看到PROG的这个 程式在这里 那整个程式 一开始呢 它就是 呼叫next next就是取下一个token 那取下一个token 比如说如果以这个FIP为例的话 那它第1个token呢 就会取得 这一整行 因为只要是紧字号开头的 它就整行取掉 那第2个token就会取到 这一个int 第3个就会取到f 第4个就取到这个括号 第5个取到n 第6个再取括号 第7个再取 这个括号 第8个就取到if 那就这样子一路取下来 所以只要它呼叫一次next 就会取得下一次的token 那这个我们之前在 前面自己写的主意器上面已经 都这样做了 那 各位可能要恢复一下记忆 那所以这个next就取token的意思 然后如果它取 取到接下来呢 如果是整数 或者资源 或者是列举 那就代表说这现在是一个 资料宣告 资料宣告才会有整数 资源或列举 那什么叫资料宣告呢 来 再给各位 看一下 我加一个好了 加一个data var.c var.c 加一个var.c 我们说int abc 这样就是资料宣告 然后呢 我们说 indmain 然后printf a等于 %d b等于%d c等于%d abc 然后我这里就 稍微设定一下 a等于3 c等于5 b我不设 我们看一下这样会怎样 那我们就可以来 执行一下这个test里面的var 你就可以看到它执行完之后它印出 a等于3 b等于0 c等于5 为什么 b等于0 因为b没有设出值 所以它都自动设成0 因为它刚刚有去清 清那个 每一个区段包含资料段都设成0 所以预设就是0 好 所以当我这样写的时候它可以编译成功 而且会印出正确的结果 好 那你看这一行 intabc这一行 就是 先看到int 对不对 看到int之后它就 取 取下一个 取下一个之后呢 它 会进到哪里呢 取下一个之后它说 如果token不等于这个 而且token不等于括号的话 就继续取 继续取 然后它就取 扫描进来 之后它看 有没有 有没有mul mul就是乘法 乘号 如果乘号它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指标 代表指标 譬如说我现在 如果选搞int int 信号p 这样它就是一个指标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如果我现在写说 p 等于 percent p 然后呢 信号p 等于percent d 然后又印 p和信号p 再执行一次 再执行一次 你会看到它印出 p等于0x1fc000 信号p等于3 信号p为什么等于3 因为p已经指向a的位置 所以信号p里面当然就是a的内容 所以 根据这个程式你大概可以 看得 出来说为什么它这里这里在处理信号 因为 int 或者是chr后面都可能出现信号 那如果出现信号的时候它就变成指标形态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 这里是不能出现 就是 如果它不是id 因为 这个int后面 这个形态后面 被 接下来 去掉信号之后应该一定要是一个id 一定要是变数符号 如果不是的话就错了 他就直接 警告错误 然后传回 那 接下来说 if id class if id class 那 duplic global definition 就说 如果 这个class已经 就是这个 id已经设过class了 那就代表这个已经宣告过了 宣告过了就代表他重复宣告 重复宣告就一样是错的 就离开 然后告诉你航号 好 那 否则的话呢 他就继续取下一个 信号都取完了嘛 所以继续取下一个 这个 继续取下一个 而且id 也已经取了 信号取完了 而且取了id了 那再继续取下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有可能会碰到什么 继续取下一个 这个下一个要嘛就是一个分号 或者是逗点之类的 那如果是 这种case的话就会 分号的话就直接停掉 逗点的话就继续取 然后如果是 第三种case就是这个函数 他一样 取得int 在取得 像这个函数名称之后 他会取得括号 这就变成 是一个 一个 函数 所以 他这边在取 取了之后呢 他如果 发现一个括号 那就代表现在是函数定义 然后他就 就去产生一个函数 产生一个 在符号表里面产生一个函数 然后把他的位置 位置 函数的位置记下来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一直 用next再取 那一直取 如果取到一个括号 他又一定要一直取取到 结束括号才可以停 像这样 他取到一个括号最后一定要取到一个结束括号才可以停 比如说 这个fib好了 他取到一个括号 那他就一定要取到一个结束括号才可以停 这里有一个 很有趣的地方 我好像 少宣告了 n的形态 是int 但是 他好像可以接受 某种程度上来讲算是一种方便 但是 严格一点就算是一个bug 好 OK 那到这边 我们刚刚看的 这一个 程式 就是 c4.c 看到这里 所以就一直找到括号为止 那这中间都是参数 中间都是参数 那你要把参数的那个 符号表 都设好 设好 然后告诉他说 现在是 属 属于这些id都是属于参数 那否则的话 如果是 碰到这个 就是 扫描这个 已经扫完 那那个 函数部分就已经扫完了 像这样 他已经扫扫扫 扫到这里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括号要开始 括号开始的时候 括号开始的时候 他就继续扫下来 所以如果不是括号的话 他就有错了 就有错误 那所以 应该要扫完之后就是 这个 扫完这个括号之后一定会跟着这个括号 跟着这个括号 然后括号再继续 他就得 再 再呼叫next 呼叫next之后呢 如果 接下来 一定要是 变数宣告 那他这里 有一个 有一个要注意的 跟一般c员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他函数里面进来之后 一定要紧跟着 一段的变数宣告 那你变数不能宣告在中间 现在的c员都可以 宣告在中间 但是 这个 c4不行 他变数一定要宣告在函数的头 OK 所以c4变数一定要宣告在函数的头 然后先把变数处理完 整个处理完 接下来呢 再去 变数都处理完了 然后接下来再处理那个真正的程式码部分 所以在这里 就是 变数处理完了开始处理stmt stmt是什么 就是一个 一个乘数 一个乘数 那这个乘数可能是 比如说 a等于3 c等于5 甚至他有可能是一个 y 回圈 也有可能是一个 if 条件 所以通通都是 都是乘数 这个stmt 会去比对这个乘数 那最后把这个乘数的符号 就是 就是 就是整个乘数都弄完 全部都弄完 然后 接下来呢 他要把 进来 的时候 隐藏掉的那些区域变数 然后再恢复 因为他前面进来的时候 他有 他有去 把它变数 符号表换成区域变数 现在要换为全域了 因为已经离开函数 离开函数 OK 好 那接下来就要设定那些 如果他不是函数 不是像这种宣告 不是像这种 那他有可能是像这种 像这种的话 那他就要去 设定 那些变数都是区域变数 设定那些变数都是区域变数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 就看完这个 编译器的组程式 那编译器的组程式 国外 呼叫next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 他有呼叫这个stmt 他有呼叫这个stmt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主要的 函数 主要的函数 我们看一下这个stmt 这是在处理乘数 那什么是一个乘数呢 这个c4里面 几乎 整个乘数就是 就是很大 还有可能是if语句 有可能是fire语句 也有可能是return语句 或者是一个区块 或者是 一个空乘数 就只有一个分号 或者是一个指定 运算式 那接下来就又有一个 ESPR 这个ESPR就是在处理所有的运算式的变异 那他从一个指定运算式开始 去比对 如果没有比对到 指定运算式 他会一层一层往下比 那这个ESPR 又是一个比较大的 那再往上看 ESPR 你就会看到 ESPR又是这个 而且他有优先层级的 刚刚这个 L1V10传 Assign进来 那他把所有的那个 运算符号的比对 可以通通放在一个ESPR里面做掉 这跟我们之前 写编译器的语法是不太一样的做法 我们是 全部都列成 个别的函数 那这个是全部写成一个 做掉 那所以每ESPR的所有可能性 通通都在这里处理掉 那处理掉之后 你可以看到 他如果 是Assign的话 他就 做怎么样子的动作啊 如果是 条件 就是A等于等于B 这些东西 就做这个 这些动作 那如果是 逻辑的或 就是 就是 两个直线的 就做这个LOR 逻辑的AND 就做这个 LAN 如果是 位元的或 位元的或 那就做这个OR 如果是位元的SO 就做这个 那一直往下看 如果是 等于等于 那就做这个 不等于就做这个 那 小于大于 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左移 右移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运算都有 加法 减法 乘法 除法 取余数 然后 加一 加加 还有 减减 就做这些 然后 BREAK 就是 跳开 就做这些 OK 那就这样子 就 把整个 变异器 大架构 先看完 看完之后呢 最后就是这个 next 就是 就是它的解析器 词汇解析器 那 它的动作就是 先看 接下来如果是 碰到换行 那就 就如果是 有加S参数的话 我们就要印 印那一行 然后印它的组合源 然后如果是 紧字号 就整行 误略调 整行误略调 就是 像这种 就整行误略调 因为它不足以include 它只能够做它的系统呼叫的呼叫 还有自己定义的函数 但是外部函数不能用 好 接下来呢 它如果是A到Z这种字元 或者是 变数符号的第1个字 可以使用的就是 小写一到Z 大写一到Z 或底线的话 那就代表 接下来是个变数符号 那变数它存在一个表格里面 那这个表格的每一个 符号它都会 储存它的 杂凑值 那根据杂凑值 来 确定 说它两个 是不是 杂凑值一样 如果是在进一步检查两个字串是不是一样 如果是的话就代表说 OK 那这个符号已经存在 已经存在 那就直接传回 那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就 如果不是 就是这个 比对失败 那就继续看下一个 所以这里是 其实是在做一个表格检查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这里是 是在设定它的 符号名称 和杂凑值 还有它的 词汇代号 Token 那如果是数字串的话 然后它就做数字性 相对的处理 如果是注解 那就把它注解 略过 略过 如果是 注解这个后面可能 可能不只是注解 因为它如果是 有 有 两个斜线的话 那就应该是处罚 不对 是两个斜线才是注解 一个斜线是处罚 所以它看下一个是不是也是斜线 是斜线才是处罚 否则应该是处罚 接下来是 如果是这一种 单引号开头 那代表它是一个 字源 如果是双引号开头 那代表它应该是个字串 那他就去做这一段处理 那如果是等号的话呢 就传回说它是个等号 加号就传回它是个 加号add 就这样子一路 做词汇解析 去把它该有的属性设定好 那这就是 差不多 整个编译器 的架构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边有一些地方是要比较注意的就是 因为它没有支援struct结构这种东西 所以它最后只能用正列来代表 一些结构 所以它这边有一些技巧在 使用正列代表结构的部分 好 接下来呢 最后就是要看到虚拟机了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说明 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c-fold的这里 请各位看一下 这原理说明的部分 我有做比较详细的原理说明 当然最详细的大概就是看程式码里面 不过 我想很多人对程式码有恐惧 怕你一看就觉得 啊算了 我看不懂 所以我们先 先 这里有一些简介 那这个简介你应该可以照着做 就是我们刚做的那些动作 你可以做的 操作 要不要加s 之类 怎么编译 然后怎么执行 要不要 加s要不要自我编译 之类 这些你都可以 照着做 那 另外是 接下来的使用方法 这些你都也可以照着做 照着做 接下来的使用方法 那 每一个程式 它执行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有列在这 这三个判例我们都有列 然后呢 接下来它资源的语法 我们这边看 它资源的语法就 有 if else while 区块 函数呼叫 函数定义 然后 return 正列存取 数学运算 然后位元运算 逻辑运算 然后列举 enum 然后一般率运算是 指定 size of 取得某个形态的大小 强制转型 就是 把 比如说 A变数不是CHR 把它转成CHR 之类 还有基本形态 还有 指标 还有这个 递回它可以支援 然后 正列存取 那它没有支援的语法像这个struct 没有支援 那 设定出值 你不能宣告一个变数马上设定出值 你一定要在main里面或函数里面才可以设定值 不能设定 一开始的 权域变数或区域变数的出值都不能设定 再来它可以 不支援define 它不支援任何仅字号开的东西 它都把它直接跳过 当成不认识 就是直接掠过 那另外 它不能支援宣告正列 但是你可以宣告指标 你可以宣告int型号A 但是不能宣告int A10 那它会忽略这些 紧致浩凯瓦的东西 OK 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sifold 支援的语法的 说明 然后最后是 针对这个sifold它的虚拟机的说明 它有支援一些 系统物件 这个系统物件 包含open 开启档案 读档 close read 读档 close 关档 prtf prtf printf 印出 malc 就是manloc 分配记忆体 free 释放记忆体 mset 就是 memset 可以设定记忆体的出值 然后 mcmp 就是 mcmp 比较 比较 两个东 记忆体 区块 是不是一样 那 透过 这些高阶指令 sifold就不需要自己处理 记忆体输入和档案的事项 而是转交给sifold 还是库去处理的 那 cifold它的虚拟机是一种堆叠机 它包含累积器 a 堆叠暂存器sp 框架暂存器bp 那所有的加减乘除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对a进行 那bp 就是 框架暂存器就跟我们之前看到的 那个 x86的rbp或ebp是一样的 用途 那 sp是堆叠 就是 就是 x86就 esp rsp esp是32位 rsp是64位 那它每一个 堆叠机的 处理器指令呢就有包含这些 lea是 load local address load local address 载入区域变数的意思 imm是立极词 载入权域变数或立极词 权域变数本身也是一个位置 所以 载入权域变数或立极词 进入副程式 然后 adz是调整堆叠 就是通常在 在函数呼叫完之后 把堆叠调 调掉 调回来 lev是离开副程式前要做的一个动作 它会还原那个bp nsp li 是载入整数的意思 lc 是载入资源 si 是储存整数 sc 是储存资源 push 就是推入堆叠 剩下的就是全部都是运算 OR XOR 这些他都有资源 但是运算他都是 跟着这个累积器去做 把累积器取出来 然后再跟 堆叠里面 拉出来的一个元素去做 做运算之后再放回累积器 所以他基本上这些运算都没有加参数 都不用加参数 因为他都是 把现有累积器跟堆叠里面拉出来的东西 做运算再放回累积器 所以都不用加参数 大概是这样 ESID又是个系统物件 是离开 中止离开 OK 大概这样子我们把整个 C4的结构 介绍完了 那真正你要看懂 就你得花一点功夫去看 那最终你把我刚刚的文件 看完之后 原理说明看完之后 就你去使用它 然后 最后要把这个 C4.c 看懂 OK 所以这整个 我们再贴一次给大家 那你的期末 作业 之类的 其实你 你们要可以 马就自己写 其中期末 要马就自己写虚拟机 编译机 主义机 那些东西的 那另外一个是 你也可以研究 某些Github专案 的内容 像这个C4 我就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 研究对象 那 你 研究完之后 写一份报告 这也可以当成你的其中 或其末作业 OK 所以现在就请大家 仔细看一下这个C4 请大家仔细看看C4 然后有问题 请提出来 好 那接下来 现在3点56 所以我们先休息 到4点10分 再继续 那 待会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4点 20 4点半下课 因为今天晚黑店 我们就到4点半就下课 OK 那大概就这样 所以 请各位仔细看看 C4 那使用看看 特别是 使用这个 去观察一下 你使用 编译出来的 C4 然后你可以去观察 比如说 我加S参数 我去观察 它到底 产生的指令是怎么样 好 那我如果加D参数 它就会去执行 类似这样 加S参数 比较容易观察 加D参数的话 就 会比较 一直跑 跑比较久 好 像这样 所以 建议大家可以去 观察看看 好 OK 那 我们先休息个 10 几分钟 从4点10分 回来 然后再上个10分 没有问题 就下课 那你如果有问题的话 4点10分的时候 我们再来问 我先 我也先休息一下 好 好 请各位去看一下这个 C4的部分 C4的部分 特别是这里 这里 C4的部分 好 好 OK 好 我先去看一下 去这些 你们看 进去 封酒 1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